最近网路上流传这么一张文化大学 他们传出来说是灵异照片的一个画面 这是学生一号晚间在文化大学的小风馆 咖啡厅厕所里拍到的照片 他们疑似捕捉到了一个不明影像 就出现在后方 我们看到这照片一po上网路立刻引发讨论 不过实际回到了拍摄地点 发现同样的位置 加工一下也能出现相同效果 而且专家也推测 这应该是一个合成招 照片里两名文化大学热舞社同学 正在校内小风馆里一开心合照 不过仔细看照片右后方 竟然出现了这一颗女学生的头 脸色惨白长发飘逸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照片被转播后引起热烈讨论 有点毛毛 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应该蛮恐怖的吧 一二晚间有学生拍下这张 号称是文大校园灵异照片 网友疯狂转载 我们实际回到文化大学小风馆 厕所当时网路上的照片 就在这个位置 一发讨论的影像 就出现在女学生的腰部位置 不过实际上只要有人当时在后头 恶作剧再加上灯光困暗 员工制造 也可以出现同样情况 以这样子的相片 我是可以用ForeShot去 扮到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的效果 缩小到差不多的大小 轻轻松松 专家就用绘图软体 加工出这张照片 证实这根本是乌龙一成 而且PoWen的学生也坦诚 这是合成的啦 不过引发讨论 就怕惹来争议 也紧急去撤下照片 设下停损点 最终和贵人这样玩台北 参与的